感觉上好像自己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 平时都是很充满赶时间 一心投入教育却忘了教书的意义 这群老师有话要说 我以往教书都是只是教书罢了 都没有留意到原来孩子是需要教他们的人格的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教孩子 但是孩子也没有教 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学生 学生和小孩子 其实他们的影响力很大 落实爱的教育 还有静思语教学 扶龙慈敬教师联谊会 首次举办种子老师成长班 24位老师各有领悟 我们不应该去惩罚孩子 我们应该是鼓励用爱心去教他们 这一点我从今天我已经学到了 要多读静思语 然后慢慢改进自己的缺点 不要学生与我们为榜样 你自己的心改变 你也不能像你的国家 更少不了和老师们分享情绪管理 有好事跟坏事发生的时候 这样是往好事好方面去想 就很多东西就可能一一能解决了 可以在教学上对我有很大帮助 可以把我的情绪管理得更好 透过一年六堂课 给心灵加油 让老师找回对教育的使命 带新闻叶宝珍 黄秀珍 李信伦 马来西亚 芙荣报导 我对你做了 给我看哦 你真是不必须 我看你哪一能解决 我看你什么事